北京时间7月29日,昆山四国赛继续进行,经过一番苦战,中国南蓝红队以72比70逆转乌克兰队,此役阿布都沙拉木上场24分钟,贡献全队最高的16分。 另外还有五个篮板,为球队的获胜立下汉马功劳,四国赛首场战塞尔维亚,阿布都不仅拿到全场最高的15分,而且在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打成2加1,兴奋的他像是御赛克场,对阵韩国一样秀起了肌肉,非常霸气。 在新疆队没有多少上场时间的阿布都沙拉木,只要一来到国家队必然爆发,是于在第三个窗口期,周琪和丁燕宇航缺诊,阿布都成为红队为数不多的亮点。 此后他恢复大洋彼岸,代表勇士征战NBA夏季联赛,虽然数据并不突出,但是他的积极性赢得外界一致认可,美国媒体甚至还拿他的名字进行调侃,称阿布都为中国的拼音歌。 本场与乌克兰交锋,对方利用强壮的身体不断制造对抗,这让红队非常不适应,尤其是联防使得红队的外线进攻陷入停滞,一时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。 此时阿布都站了出来,他在首截还剩两分钟时,正面持球杀入禁区造了对手犯规,这在阿布都以前的比赛中是很少运用到的技术动作。 看得出此前在夏季联赛的历练,令他信心大增。 当然,夏季联赛带给阿布都不仅是信心,还有比对手更快的速率。 就在莫杰一时双方陷入僵持的时候,阿布都抢到皮、球,对方都还没有反应过来,他就把球上进了。 最后时刻,乌克兰球员的体能已经到达极限,但是阿布都还在满场飞奔,似乎不知道什么才是类。 本场比赛他一共上场24分钟,而上一场阿布都上了全场最高的33分钟。 看得出,李南对于阿布都很信任,同样也显示出,阿布都在如今的红队作用很重要。 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,相信即使红蓝两队合并,12人大名单中,也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。 阿布都在如今的一席之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